來 盡在暈通 同志們你好 歡迎收看操談一哥 我說海華 很久沒有在螢光幕面前跟大家見面了 這半年來 我在這個市場上面 自己在家操作了半年 也去了中國大陸 看一下大陸的金融市場 決定最後還是回到台灣的投顧業 在我決定回到台灣的投顧業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SARS的時代 成交上低到剩下300多億 決定跟大家在這邊風雨深信心 幫所有的投資朋友 台灣的投資朋友賺錢 我為什麼要選擇一個九點的節目 九點因為我會操作期貨 股票我會長期投資 九點的現場直播 我要讓大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投顧形態 我會直接給大家看我的指標 指標有訊號出來的時候 我直接會在節目上面發出抗訊 或是跟大家講 現在我指標狀況是多還是空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我覺得投顧市場需要改革 很多老師每天在講漲停板 漲停板基本上拿手機就可以看得到了 手機現在的功能是什麼 接近漲停的股票 你隨便選漲幅排行 選出來漲停差一檔買進 那下一分鐘漲停 那怎麼樣 就恭賀漲停 我覺得台灣的市場越來越萎縮 原因很多的散戶因為虧錢離開了市場 我覺得現在開始 我的期望是幫助大家慢慢的 把信心建立起來 把錢從外資的手上賺回來 好 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新興的盤勢好了 目前是多頭走勢啊 目前仍然是多頭走勢 只是成交量它很低 然後呢 信心很萎縮 基本上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我認為一月份它的漲幅 一月份的盤勢不會往上攻 以盤待跌或者是往下走 好 先講一個結論 為什麼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要講 為什麼 很多人想一大堆天馬行空的一些原因 可是不曉得他想法到底是為什麼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基本面的觀念 十一月份的外銷訂單 差不多是三百二十六億 好 三百二十六億美元 可是十二月的外銷訂單 預估跟十一月持平 或者是小幅衰退 外銷訂單它是一個領先指標 原本連四漲 連四紅 外銷訂單連四紅 可是從七八九十十一 我們的指數都維持一個高檔的盤整 可是外銷訂單連續四個月是往上漲的 往上提升增加數額的 可是十二月份的外銷訂單預估 十二月的外銷訂單會在一月底的時候才會發布 預估比十一月還小 外銷訂單是一個領先指標 加權股價指數是一個超級領先指標 所以怎麼樣 所以它有可能一月份 因為十二月的營收會不如預期 一月十號會公佈 所有的上市公司會公佈 一月十二月的月營收 整體環境不好 沒有辦法支撐指數 我覺得指數橫盤或是往下走的機率比較大 這是做一個我的看法 所以我不是說今天第一天來上節目 然後呢 昨天以前都在度假 不可能 我在一個月以前就開始把所有的金融市場的資訊 基本面通通都看了 然後呢 在臉書上面每天發一篇到兩篇的文章 發表我對市場的看法 我對任何股票的看法 等會也會跟大家講 這就是我現在開始要認真 帶領所有相信我的投資朋友在市場上面賺錢 我們先看一下加權股價指數齁 期貨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好這間是日線 這是我的指標 這邊有多頭 這邊有多頭加碼的訊號 上個禮拜五封關那天 為什麼會大漲 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當沖交易稅減半的問題 好 然後呢 現在目前是跌二十三點 二十四點 好 回到我們身上 我講一下 這就應驗我講的 好 目前的盤勢 它是盤整偏弱的 上個禮拜當沖 好 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只要是突發的事件 突發的事件 它的影響力是凌駕於技術面之上的 簡單的講就是 行政院發一個新聞稿給所有的記者 隔天九點要開記者會 所以我們的歐台子 禮拜五晚上的歐台子就已經不跌了 每股再跌 我們沒跌 早上一開盤就開高 台子期就開高 往上漲 然後呢 漲上來以後 稍微盤整一下 開記者會又再漲一波 是不是宣布台股 當沖減稅 減到1.5% 這叫做突發的事件 它的影響力一定會超越所有的技術面 就算你既然技術面所有都是空投 一個利多消息出來 它馬上漲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要去研究 研究這個利多消息 它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啊 是不是盤中就往下跌了 往下回檔 然後到12點到收盤 中間都是橫盤 當沖嘛 當沖它不會流差 那當然利多也是當天就反應完啦 所以當天我們的台子期 留了一個小小的上影線 尾盤會期待什麼 尾盤會期待金控股啊 或是投信它有一個結帳行情 每個半年六月底 六月底有一個結帳 半年報的結帳行情 12月底有一個全年度的結帳行情 金控股常常 金控公司常常 因為它有一些股票的部位 它會花一點點的錢 在最後一盤往上拉抬 然後呢 它所有的股票的市值會往上增加 它的進值也會往上增加 所以我們在12點之後 我在講上禮拜哦 上禮拜五 在12點過後一直在期待最後一盤 會不會有一個結帳行情 就發現沒有 好 為什麼沒有 因為行政院已經送給金控股一個大紅包 散戶或是任何人知道這個消息的 已經幫它往上拉抬了 最後漲了100點 所有的市場的老師 所有的分析師都認為 12月31號當天不會漲到100點 結果它漲100點 好 短線的利多消息 讓金控股也省了 好 省了往上拉抬的錢 重點是什麼 這些非經濟因素 對於隔天絕對會造成賣壓 好 非經濟因素隔天絕對會造成賣壓 所以我說當天你無論如何 你可以去看我的臉書 你無論如何在1點40分以前 要把你的多單給平倉掉 因為這些非經濟因素當消失的時候 會形成一股逆勢的賣壓 所以怎麼樣 現在跌多少點 跌18點 好 我就說我現在現場直播 用最即時的數據給大家看 目前怎麼樣 跌19點 好 這是日線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指標有5分線 好 也有10分線 你要用5分線做10分線 15分鐘線做都可以 看你做的週期是長短 當中你就是5分或10分 兩個選一個 我們先來看5分線 目前的狀況 上個禮拜 我們從上個禮拜開始看好了 我講一下上個禮拜到現在 上個禮拜我們這邊出現 這個叫做買進訊號 買進訊號的時候突然往上急拉 這一條叫做軌道 他已經漲破了軌道的上緣 這裡我是不會去追多單的 好 當時在9點半之前 所有市場我們沒有拿到 記者會邀請韓的人 我們都不曉得他要開放線股當充了 所有人覺得奇怪 為什麼突然往上拉 亞洲 日本 韓國都沒有漲 這裡不追 不知道原因的時候不追 然後呢 這邊開記者會再往上拉一波 開完以後往下跌 這一條叫做上升的軌道 上升軌道就是代表有乖離的意思 你在這邊追多單都是有風險的 乖離 是不是跌下來 好 跌下來在這邊直穩 直穩在這裡是一個做多的 好的一個點位 好 因為是多頭走勢 逢壓回9230 9230 直穩不破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做多點位 好 然後呢 上來尾盤出掉 好 這邊幅度不大 可能賺個20點 賺個20點就要跑了 好 我上個禮拜五 也是在這邊做了一比多單 尾盤出掉 不流倉 然後目前呢 直接看到今天 今天是不是每股 好 每股上個禮拜五是大跌喔 Nestec跌了1%多 期貨跌1%多 現貨跌0.9% 然後呢 可是今天 Nestec又漲回來了0.5% 然後道瓊漲回昨天的 上個禮拜五的跌幅 好 就是期貨的部分 這都要注意到 所以怎麼樣 今天一多一空的情況下 今天盤整的機率還是很大 然後呢 目前是9231 我就說我的指標出現訊號 我及時會跟你講 來 我們拉過來一點給你看 這叫做我的指標 我的指標 我不會叫你在上面去追多單 我的指標一定是疊下來 縫壓回做多 9231 不破這邊出現買進訊號 然後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是不是 它不是做多的訊號 不是出現在軌道的上緣 而是出現在軌道的下緣 這裡做多 它的風險就很小 好 做多風險就很小 這裡 所以說怎麼樣 廣告期間我可能就會發出一個訊息 跟所有的會員講 我的指標在這裡出現了一個買進訊號 然後呢 做多在哪一點 然後停損在哪一點 就是這樣子 好 回到我身上 當你所有的關鍵都具備了 你有基本面分析了 你有看到了國際的情勢了 你的指標跟你講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了 那是不是 做多 做起來 或是你做空 你訊號怎麼樣 你做起來 你就會相對的非常有信心 就是這樣操作 好 看一下 我就說現在是現場直播節目 看一下之前的例子啊 你會覺得奇怪 老師你這個指標 這個加是什麼意思 這個加叫做加碼 當充加碼的多單 這邊做多訊號出來 這邊叫做減碼 這叫做加碼 這叫減碼 這叫加碼 這叫減碼 這叫做多的訊號 我們不會叫你去追多單 都是疊下來的時候 出現買進訊號才會進場 好 這是五分線 給大家看一下十分線 不用擔心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 你的指標在節目上面顯示什麼就是什麼 好 投資人眼睛是雪亮的 十分線 這裡買進 好 這邊是三天 一二三三天嘛 在三天前買進 高檔 減碼 減碼 加碼 都是加碼在低點 然後呢 減碼 現在九二三六 是不是一個支撐 我是不是剛剛做一個結論了 支撐架如果不破 支撐架如果不破 都是一個很好的做多的點位 好 現在還在跑 所以我們還不曉得它支撐架到底在哪裡 十分線還沒有出現做多的訊號 好 目前來講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要做十分線 當然會比做五分線它比較穩健 比較波段 比較長 好 五分線 配合十分線來看 我覺得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我們再來看 回到五分線 好 五分線 是還沒有收定 我剛剛是不是講還沒有收定 收定以後 發現訊號沒有了 代表什麼意思 好 做任何的指標都是這樣子 我們的指標 我不會說 過了兩三根以後 叫你在那邊做多 當指標出現的時候 等收定它存在的時候 那就是存在 如果沒有存在 那就是你不要去做單 不要去做單 就這樣子 好 時間關係 已經有點over了 我下階段會講股票 我下階段會講股票 我們股票會送你一檔股票 好 可是 可是我們的軟體 我沒有辦法送你 軟體是需要成本的 軟體是需要成本的 節目的廣告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下 超盤一哥 我們慶祝節目開播 慶祝節目開播 我的期貨會員 年後起算 期貨會員 年後起算 如果你想要知道怎麼跟我們聯絡的 看一下廣告中的資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電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軟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底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電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施了各種生意 所以修駕駛 我喜歡中絕一切草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路 而排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也評審加买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效期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 或代電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 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好 回到現場 我們再看一下 期貨目前的狀況 五分線出現了這個買進訊號 五分線出現買進訊號 一切都是等收訂 收訂它有就是有 收訂有就是有 我們也不用擔心什麼 看一下十分線 十分線 剛剛是不是出現了 9237它這個支撐點 9237這個支撐點 支撐點不破 再多頭走勢都是偏多操作 再多頭走勢都是偏多操作 之前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9174不破多頭操作 好 加減碼的訊號也都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股票的部分我會去研究基本面 好 最近有威科 有威科這些標股 對不對 很多的老師講到有威科這些標股 講到安可這些標股 我們的指標也是會有訊號出現 好 也是會有訊號出現 可是我對於股票的部分 我不會去看到哪一支漲停 我就去追哪一支 我會去研究很多的方式 top down的方式研究 什麼叫做top down的方式 你去研究 你先去市場上面很多的資訊 大家也可以去研究 你如果有時間 你可以花錢 花時間去研究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就花錢來買資訊 市場上就是這樣子 錢就是時間 money time is money 你如果要花很多的時間 找到一支股票 那你就可以省錢 很多的老師是 也不花時間研究 他就每天看哪一支漲停 他就去買哪一支 那這樣就害死一堆會員 top down的方式研究 怎麼樣top down 你去研究未來五年 哪一種產業 它的年營收可以每年30%的成長 你先去看嘛 你先去找到這一種 穩健成長的一個產業 大類別 然後呢 你再從這大類別裡面 去找找尋好的股票 這叫做top down的研究方式 top down的研究方式 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的營收 它不會出現突然的衰退嘛 因為大環境好 大環境好 整個市場就會一直不斷的往上 往上成長 所以我說我要送給你這一檔股票 top down的研究分析 我不是說我昨天 突然想到哪一支 然後呢今天就來送給你 或者是哪一支漲停板 我等會就送哪一支給你 不是這樣子 好這一檔股票 我在臉書上面 已經免費送了兩天了 目前漲2%啦 好上個禮拜五漲2%啦 今天漲多少我不知道 我來偷看一下 好目前來講 這一支股票目前下跌 沒什麼好擔心的啊 很多的很多的頭顧老師 我不曉得在擔心什麼 每天一定要買到漲停板的股票 我當時也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別人的績效這麼好 別人的績效超越巴菲特 超越索羅斯 很多的時候我覺得很 很多的頭顧老師好像神一樣 我跟你講我分析這檔各位給你聽 好他的每年的成長率 我覺得至少整個大環境成長至少20%以上 怎麼說 他是一檔健康食品的類股 好中國啊 中國的十三五計畫裡面有一個叫做大健康的 健康中國他的一個規劃 健康中國萬通集團的馮輪他講 他講未來五年大健康的一個整體的市場 有多少20萬億的人民幣 他說會超越超越房地產的市場 健康中國 健康中國當然有包含醫療 生技醫療跟健康食品 還有一些什麼老年老年的一些安養的問題 這些全部加起來20兆 然後呢平均每年20%以上的成長 你想想看習大大習近平 河北這邊每天在土法煉鋼 他在北京裡面有錢有權有事 然後呢每天吸這個PN2.5 那他這些錢他有地方花嗎 對不對 所以說他現在供給策改革 讓這些煉鋼廠煉煤廠 全部你的你的一個產出你要縮減 不要做一些無謂的產出 創造太多的污染 然後發展電動車健康 所以怎麼樣 這支股票我跟你講 這支股票他的營收維持在50%的高成長 大陸是每年差不多20%的成長 他2015年比2014年成長了50% 2016年又比2015年成長了50% 他在11月的營收創了上市以來的新高啊 歷史新高 12月一定也是歷史新高 為什麼 因為12月1月要過年了 1月過年一定要先去布局這些廢料啊 健康食品的東西 好送禮很好用 所以怎麼樣 12月一定還是創高 創高的股票他一定會往上漲 好創高的股票我以後有機會再講 因為今天沒時間了 所以今天慶祝節目首播 我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很多的友台每天送節目 你看節目就可以收到十幾二十支的股票 我跟你講我只送這一支喔 我不會說明天又拿一支股票來送 這個送這些股票是要研究的 好不是說我今天拿一支漲停的送給你 明天又拿另一支漲停的送給你 這些我是要報三個月甚至到半年 好慶祝節目首播 我才會送給你 這支不是說沒有花時間研究的 營收穩定維持50%的高成長 如果這五年 五年後每年維持30%的高成長 它會跟什麼一樣 它會跟如虹一樣 它會跟大力光一樣 它會跟以前的連發科一樣 你這樣就知道了吧 這一檔我會跟會員同步操作 來電就送 好只有今天 所以說現在節目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結束了 最後時間非常緊迫 這一支送完以後 之後漲20%左右我會公開跟大家一起操作 廣告期間把電話撥通 最後祝各位今天一切順利 拜拜 拜拜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达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驗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逐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敵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電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衛生部部長林作妍 又快到流感流行的季節了 對抗流感最有效的預防 就是接種流感疫苗 因此擴大公衛流感的接種對象 超快樂 超快樂 超快樂